到海角天面 我真的不愿和你逃遍 又回到起点 我相信有一天 你能看见 一身粉色新装 配上那双大长腿 还输了个狂野的新发型 农堂看到这样的陈丽龙 还挺得住吗 今天是陈丽龙全新首张 个人专机格格不入 全球发片记者会 聊到最新专辑 由于浓浓和四个字都超有缘分 主持人家江洪子娇 给了浓浓这样的一个建议哦 其实包括有时候他拍的戏 也是四个字 微电也是四个字 你好多次 其实我觉得 巧合 老板觉得他可以带 给我带来幸运吧 OK 也许这是一个风格 如果你这样一路出下去 每一张专辑都四个字 你迟早可以出一本成语字典 就是 都是四个字 我知道就是专辑明显想不到 要去挖那些字典 对对对 抽翻一下字典好不好 不过刚好你的名字也是四个字嘛 陈丽龙龙嘛 陈丽 对对 陈丽龙龙 那我们现在呢 要给你一份祝福 是很可爱的陈丽龙龙 没错 任怨鸡家的龙龙 这次还邀请到了 拉拉许家营一起合唱 拉拉更是很有益气的前来站台 看到拉那么可爱的龙龙 让拉拉表示愿意为了龙龙进母姐会 可是我真的接近她本人的时候 才发现 确实她好讨人喜欢 是不是 尤其她笑容 就是是一个 哇塞我这整个很想要为她开母姐会 天啊你的身份已经变母姐会了 辛苦你了 我愿意为她承认我是母姐会的一人 就另外一种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很想疼她 赵哥不要再逼拉拉姐 两人都好可爱咯 其实除了来到现场的拉拉 还有很多演艺圈的各大前辈好友 都为能龙送上了祝福视频 当然还有少不了大家最关心的Nipe3成员了啦 新能龙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张新专辑 希望她这张专辑能够大卖 真的是超级超级为你开心 大层心真的非常为你开心 继续加油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和粉丝都可以支持我们能龙龙 我梦见你的笑 我梦见你的美好 恭喜龙龙终于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大层心也真的很天高开心 那你这一次会送我专机吗 不会 就是虽然说现在我们团体已经结散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彼此的道路上 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真的成功 在我们约定的可能十年过后 有一个很好很好的重剧 对 然后真的谢谢你们的祝福 真的不管到哪里 都是团魂满满的Nipe3啦 最后最后还有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龙龙即将举办世界学会演唱会啦 相信马来西亚会是其中一份的 期待官宣也期待格格不入 法事报道 中文字幕称之以互相反目 但是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habl deform 在这次 你 对 我们下一次